炸失了 炸失了 尼奥梅加斯炸失了 尼奥梅加斯被德凯和哈乃尔联手打包废之后 在浓烟散去 掉落在地的大脚果然是一个伏笔 斯菲亚利用这个大脚的细胞孕育出了更强大的怪兽 他便是斯菲亚融合兽 斯菲亚尼奥梅加斯 他带领无数斯菲亚小弟对德凯绝地反击 强壮德凯被干饭在地 场面一度尴尬 斯菲亚尼奥梅加斯如此强大 德凯扛不住 人力自然就想到了机神特拉斐扎 并且以特拉斐扎为主力 对斯菲亚尼奥梅加斯展开权力的还击 尼奥梅加斯是人力对抗怪兽所创 特拉斐扎也是人力对抗怪兽所创 如今这人力创造的生物兵器和人力创造的机械兵器却短兵相认 可以说德凯第十二集的剧情相当期待 从预告中不难看出 尼奥梅加斯那可是带着斯菲亚的小弟清朝出动 这样不难看出斯菲亚母体对尼奥梅加斯的重视 试想一下在斯菲亚众多合成兽之中 哪只合成兽能有这样的牌面 就连精锐融合兽斯菲亚扎瓦尔斯也只是被母体投下 斯菲亚任其自生自灭 最终被德凯断脚之后 一招索尔杰特光线将扎瓦尔斯炸得粉碎 在第十二集胜利队集结所有的兵力 开始对抗斯菲亚丘体的围剿 这倒真的有点梦回第一集的情景 特拉菲扎前置尼奥梅加斯 人类对抗斯菲亚球体 一番混战之后 被打败的德凯一时不知去向 据说这一集我们要珍惜特拉菲扎 因为在对战完尼奥梅加斯后 特拉菲扎就要着急黑化 这正如他的祖宗魔神戴斯法萨一样 至于会不会像戴斯法萨一炮干飞戴拿那样干飞德凯 大蒙凯哥预计这样的剧情会有的 因为这是远古的老套路了 所以在第十二集 德凯可以联手特拉菲扎干翻尼奥梅加斯 但到第十三集 特拉菲扎还能不能和德凯并肩而战 那可就是真的不一定了 至于第十二集的剧情到底怎样 关注大蒙凯哥让我们一起期待